精彩内容继续 神物在发动状态,任何人都能够看见它 林逆天说道 他说的这句话,确实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能够看见素魂帝 可我们连看都看不见素魂帝,又怎么去发动它 知道这一点,一点帮助都没有 方千玲说道 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外公说过 有机缘的人是能够感应到素魂帝的存在的 林逆天反问道 你说的是你,还是他 方千玲也愣,然后才说道 不管是我们谁,我们都不能放弃希望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压抑,大家都不再说话 刚刚的故事里,并没有说村子里还有僵尸 也没有关于山上迷魂阵和僵尸狼的记载 千年僵尸王被封印后 村子里只不过死了百十来个人 这就说明,后面还发生了什么大事 让村子变成了荒村 让村民全部变成了僵尸 我当记忆对方千玲说道 你看看村子后面的记载 这个村子后面肯定还发生过什么大事 说不定就和肃魂鼎有关 话还没说完 方千玲就已经开始翻阅后面的内容了 我则在旁边翻看起老头临死前给我的册子 上面写的居然也是历书的繁体字 不过不再是文言文了 而是白话文 我几乎能够全部看懂 这里面记载的就是让牛角村变成荒村的经过 我和方千玲一直认真地看着手里的村置 玲那天坐在一旁 看着不远处的僵尸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和方千玲几乎是同时看完了手中的村置 我问她有没有收获 她说里面没有记录 村子后面发生的惨事 但却说明了宿魂鼎城河的具体位置 这绝对是个很有价值的消息 我让她赶紧说说 方千玲说道 那件事之后 村子每年的那一天 都会在河边举行一次大的祭祀活动 由道士主持 道士死后 由她的后人主持 道士死后一年 原先河上的桥垮塌了 村里又重新建了一座 并且是建在了城顶的上面 之后每年的祭祀 都是在桥上进行的 太好了 我们进村时走过的那座桥 就相当于是速魂顶的坐标了 知道了具体的位置 那事情就又容易了一些 方千玲接着说道 只可惜 这本村志只记载了之后两百年不到的事情 在后面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这个村子是怎么变成僵尸村的 我举起手里的册子 在她眼前晃了晃 说道 全在这上面了 接着 我便将我从册子里看到的内容 稍加整理后 讲了一遍 老头是当年那个道士的后人 道士救了牛家村之后 村民们将他奉为村子的保护神 在他死后 还给他立神像 世代供奉 同时 道士的后人 都被奉为村子的祭师 地位仅次于村长 历代祭师都要在祭祀那天 下到湖底去查看具顶的情况 他们的使命 就是守护具顶 不过老头的父亲告诉他 他们应该是有两个使命 但在两百年的口口相传中 遗失了另一个使命 老头十八岁那年 村里来了一个怪人 时不时地向村民打听 当年封印千年僵尸王的事情 村民觉得他是贼 想要偷村子的守护神物 于是强行将他赶出了村 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第二天 牛三小子趁着夜色潜进了河里 在上岸的时候被村民抓了个正招 自从巨顶沉入河底之后 村前的小河就禁止人下去 村民只能在河边洗洗衣服 牛三小子趁夜下河 违反村规 一定有鬼 被押到祠堂 在众人的逼问下 牛三小子说出了实情 是那个怪人给了牛三小子一笔钱 让他在月圆之夜 将一个铜铃扔进桥下的河中心 而今天晚上就是月圆之夜 老头的父亲虽然觉得有蹊跷 但他知道巨顶是神物 常人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无法看见他 所以并没有多担心 而牛三小子因为犯了不可践踏的村规 被强行逐出了村子 可就在第二天晚上 一个村民的黄牛不见了 十几个村民便一起去山上找 刚过木桥 就看到牛三小子 镇压在黄牛的身上 嘴巴紧紧咬住牛的脖子 村民以为牛三小子偷杀了黄牛 纷纷举起扁担就往他身上打 但牛三小子却完全不知道痛 从地上爬起来满嘴的血 微张的嘴巴露出两颗长长的獠牙 眼中胸光一露 便窜向了村民 愣在原地的村民 瞬间被打翻在地 还有一人被咬死 牛三小子跟着逃跑的村民 冲进村子里 见人就咬 与当年千年僵尸不同的是 被他咬死的人 不出十分钟 就立马变成了僵尸 跟着牛三小子 在村里乱咬人 僵尸的数量 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几十只 老头和他父亲只有两个人 根本对付不了那么多的僵尸 只得一边挡住僵尸 一边让大家躲进祠堂里 待所有幸存的人都躲进祠堂后 老头和他父亲便守在祠堂门口 用符布封住门口 设下了乾坤八卦阵法 阻挡外面的僵尸 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老头和他父亲 拼命抵挡僵尸的时候 祠堂里面却正在发生血腥的一幕 一个被咬伤的村民 在里面变成了僵尸 自无忌惮地咬死里面的村民们 而老头又将祠堂的门给关上了 村民没有地方可以逃 结果全部被咬死在了里面 直到关上的祠堂门被里面的僵尸给撞开 化在祠堂门上最大的布斧被撞了下来 老头和他父亲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下全尊人都变成了僵尸 老头的父亲悲愤异常 趁着快要天亮僵尸的力量下降 他耗尽全部力气 与已经成为僵尸王的牛三小子 同归于尽了 僵尸王一死 其他僵尸立马失去了行动能力 变成一具具尸体躺在了地上 老头的父亲在临死前给了他一张图 交代他按照图上提示 上山砍掉牛角山山腰上的一部分树 并将一个石坛子埋入山中 那些树都是当年道士种下的 并留下一张图 按照图示砍掉有标记的树 就形成了山上的奇门八卦镇 而那个坛子里 则是许多鬼魂的怨气 将其埋入林中 会在林中形成鬼打墙 奇门八卦镇加上鬼打墙 普通人进入那片区域 只会死在里面 永远也出不来 这样便能守护住这个村子 守护住巨帝 老头足足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才完成了奇门八卦镇和鬼打墙 同时他也发现 山上的狼全部变成了僵尸狼 应该是其中一只被牛三小子咬伤 然后一咬十 十咬摆 最后整片山林的狼都变成了僵尸狼 幸好 正法形成得快 那些僵尸狼全部被困在了镇里面 禁不得 出不得 他们也就不能害人性命 回到村子 老头不忍心将地上那些村民的尸体烧掉 便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口棺材 把他们摆放在祠堂里 偌大的一个村子就只剩下老头一个人了 他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待在村子里 村子虽然毁了 但巨顶还在 他们的使命还在 平静的生活过了一年 老头一个人完成了对去顶的祭祀 可就在祭祀的这天晚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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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